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随后,他一直在阎西山手下担任要职,不过一直没有得到重用 直到在1927年,傅作义才一战成名 当时,冯玉祥正和阎西山交战 傅作义奉命率部死守天阵 这一仗,战尽优势的冯玉祥怎么也打不下 只有一个团的傅作义,只能兴兴而退 到了第二年,张学良南下河北 傅作义奉命死守 卓州,张学良主力十几万人 就是吃不下腹部不足万人的部队 一守天阵,二守卓州 傅作义从此靠手出名 成了当时最能打防守战的将领 1935年,日本臭名昭著的间谍把园成四郎来到隋远 就是今天的那蒙古地区 怂恿当时的蒙古王爷们闹独立 负责镇守隋远的傅作义 得知这个消息后,拍案而起 小日本这是欺负到头上来了 他毫不理会蒋介石染外必先安慰的战略方针 在归随事实,傅作义慷慨激昂地对底下的士兵说道 岳飞38岁就为国而死 我早就过了38岁了 为国而战死是我的本分 事实完毕 率领晋隋子弟兵东径抗日 当时,维蒙军和日军进攻随远 这让当时加在晋隋一带的士兵们早就不满意了 大家心里都憋着一团火 士气旺盛 这是傅作义不理会不抵抗政策 主动抗日的最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傅作义手下还有一支精锐部队 那就是装甲战车队 虽然禁随军装备简陋 但是抵不住傅作义 爱动脑筋 他集中了自己所有的大载重汽车 改造成了装甲战车 这种简易山寨版的装甲车 成了傅作义克敌制胜的法宝 当时,维蒙军的主要指挥所在百灵庙地区 距离傅军主力所在的归随十分遥远 傅作义当机立断 主动出击 打就要抢在他们之前动手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傅作义调集自己的猛将孙瘸子孙兰峰担任指挥官 率领自己的骑兵和战车队主动出击 打了日北军一个措手不及 日本人根本就没有想到 在如此天寒地冻的内蒙 竟然会有人穿越大片不毛之地主动寻战 这些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天兵天将吗 中国军队突入百灵庙 杀了日北军鬼哭狼嚎 这一战光俘虏就抓了两三百 彻底打残了嚣张的维蒙军 中国军队趁势眼煞 一举收复随远势地 要知道 918以来 中国军队就没有这么长 快淋漓地赢过 能攻能守的副作艺上的电影宣传片 成了当时中国人的偶像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